本章主要分享的是五大句型其实只有一种句型的part 2 我们今天提到其实五大句型其实只有一个句型 就是中间那个句型就是我爱你的句型 也就是两个名词 就是我是个名词你是个名词 加上中间的一个爱一个动词 也就是说从两个名词的句子发展而来的 那接着部分如果再加一个对象 也就是加一个礼物 就是所谓的送礼句型 如果减一个对象 举个例子来讲 像说我来了你来了 两个字的我来你来春来树叶落 像这种东西减一个对象 就是变成背景句型 那背景句型它一个特征就是一个名词一个动词 那通常这个动词就是我们讲的不及物动词 那至于说未来这个部分不及物动词 它怎么变成及物动词 也就是在转化那个动词意义的时候 那是属于我们今天讲的一个进阶课程 所以如果说假设这五大句型的话 其实你不用觉得五大句型 你只要学一种句型 就是我爱你句型 其实你大多数的英文都能讲了 那接着你懂了这五大句型之后 你在懂得这五大句型的问句变形 也就是说你要懂得问嘛 你总之后知道人家问你什么事情 你不要说一刚开始什么话都不知道 你就讲出个答案来 这基本上是不是可能 你至少要知道人家问你是什么 那问句的话基本上它形式上来讲 就是看最前面的那个字 你就可以知道它到底是要问你 哪个时间哪个地点谁 又或者说它是问你 会不会某一个特定的事 那这我们不管 重点是我们今天来强调 五大句型其实最根本句型 就是所谓的我爱你三个单位 两个名词一个动词 动词摆中间 那接着不能加一个对象的话 就是送礼句 就我送你礼物 各位注意礼物是多出来的 它基本上是三个名词的句型 也就是它是编号五 然后减一个对象的部分的话 像春来了 你来了 你走了 树叶落下 这个是两个字的 也就是一个名词一个动词 这是第一句型 那现在的话如果五大句型 这样我们讲过 各位其实听过系列课程知道 其实我第一个句型讲了 也就是三个字的 两个名词一个动词 然后加一个就变成第五句型 减一个就变成第一句型 那剩下就是二次的例外句型 也就是说它中间这个地方 有变化的 那这个部分我们再进一步再说 所以其实在英文的时候 我们今天讲的一个五大句型的结构 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你如果不懂第三句型 其实跟你讲其他五大句型 是没有意义的 当你懂了这个句型的描述方式 接着我们再来跟你解释理论 举个例子来讲 像说我爱你这三个字 前面的是名词 后面的也是名词 那重点这个名词的 摆在前面叫主词 摆在后面叫受词 也就是主词是出产生爱的人 那受词是被爱的人 像这样的话 你才有办法去理解它这个概念 接着部分来讲我们今天讲三个再加一个字的 我们讲送礼句 再减一个字的 我们今天讲的叫背景句型 也就是所谓的静态句型 那你这两个了解之后 各位再去学中间的另外两个变形 你就会觉得说 其实五大剧型事实上是很简单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强调 其实很多东西要就像建结构一样 不用一刚开始就建一个大楼 我们可以画个草图出来 让人家知道说 到底上你学会什么 你学不会什么 又或者说我们今天可以把梁柱先出来 不用一刚开始的时候 就开始在做那细工 甚至基本上因为单位减小的部分的时候 你英语学习速度就很快 你学习就有成就感 马上学习马上用 如果说我们今天单纯来讲 像我爱你剧情你已经学会了 那当然既然我爱你这个剧情你会 那我打你你一定是会 我咬你你一定是会 我劝告你你也一定是会 那中间的概念的变化的部分 就在那个动词的变化 那各位一定要再加上这个动词的话 去了解它 了解它之后再了解时态 再了解问句 其实你在一些基本的言语沟通 已经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尹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